欢迎你锁定中视新闻 全球报道来关心桃园龟山 在昨天上午传出小四女童 要到住家附近去找同学时 遭到了陌生男子搭讪袭击 光天化日之下去强拉女童的手 吓得她放声尖叫求救 惊悚拉扯长达三十秒 过程当中一度无人救援 但这嫌犯的身份曝光之后 家长非常担忧 法律恐怕难以制裁她 未来很可能会继续啪啪噪 喊到声嘶力竭 女童的手被男子强拉住 依旧用尽全身力气 奋力挣扎往后退 尖叫呼救往马路冲 但又被男子狠狠拖回旗楼内 恐怖压迫控制行动 惊悚拉扯超过三十秒 男子的手紧抓不放 甚至比出安静的手势 只是女童无助哭喊不断呼救 路上汽机车呼啸而过 怎么都没有人上前关心 最后直到有热心路人挺身而出 是吧在桃園某项弄 女童到住家附近找同学 没想到被鬼异男子搭讪 惨遭袭击 但看在家长眼里 只有满满的心疼与愤怒 占一强制猥亵罪证办 不过嫌犯没有前科 刚满十八岁 有身脏手册 当时只请家长带回管束 就怕未来会继续趴趴走 占山正发文怒批 精神疾病不是违法的借口 而陶检也火速发出局票 将人逮捕归案 但现在家长们只因因其盼 法律能约束嫌犯 别再让孩童遇到恐怖二郎 新北市新装一名休旅车的驾驶 一次是左转时 没有看到斑马线上的行人 将六十七岁的阿伯撞飞了好几公尺 另外在彰化则是八十四岁的老翁 在路边挥手要拦公车 但他一个重心不稳 整个人到头灾 摔进了一米深的稻田 白色休旅车路口左转 疑似没注意 斑马线上行人猛力冲撞 六十七岁北北当场喷飞惨帅 爬不起来 惊悚画面就发生在新北市新装 二十七岁六星女驾驶转弯撞人 害得伤着往前飞扑好几公尺 多处擦措伤 为离让行人最重开罚三万六 惊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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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四岁老翁站在路边挥手 攔车公车靠站 老人家却重心不稳 整个人逗逃灾 往后摔进田里 老人家掉进一米深稻田 幸好没有生命危险 至于台中则有计程车路口 大回转后方骑士闪避不及 撞上人车被狠狠卡在车底 台中东区更有骑士行进梯子路口遭转弯车猛力撞 骑士连人带车失控冲向护栏滑行岛地 台中深岗风源交流道口 也出现惨烈一幕 黑白两车互不想让猛烈碰撞 被民众讽刺一个没在看 一个没在怕 乘快不离让这下爱车受损 都要付出代价 记者综合报道 台南一名女驾驶 她违规逆向 被警察拦查开单 但她突然一下下车对着远警怒吼 等到支援警力赶到时 她还在继续骂 另外在花莲骑脚踏车的男子逆向行驶 警方上前想要实施酒册 她标骂三字经 甚至还说要找议员 女驾驶火气超大 下车吵闹狂呛 怒刚远景 双手插腰破口大骂 支援警力到场也没在怕 台南中西区有爱接 女驾驶疑似开车逆向 被拦查开红单 进当街怒吼警察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 我说我不讲完 你负负我 你还是干什么 同样火爆场面发生在花莲荣正街 说什么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你不要打我 不乖乖配合盘查 男子怒呛警察 还口无遮攔 表马三字经 下一秒 你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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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刚说什么 你说什么 逮捕 法外公共逮捕 法外公共逮捕 我打电话 给你几个议员来推吗 来 给他看看你怎么办 嘴硬据色 扬言打给议员 让警方气渣怒吼 原来骑脚踏车的男子整路 摇摇晃晃 玩命逆向 浑身散发浓浓酒气 不服酒策 还想找议员当靠山 最后惨遭上铐狼狈送警局 让我给你几个议员来推吗 来 给他看看你怎么办 接下来 黄军 陈冠军 关于中午报道 一名十八岁的白姓男子 他开BMW无罩驾驶 碾死了一名七十一岁的退休老师 肇事逃逸 还坦诚 他的确有吸毒 盗案当天有人直击 他的母亲是直接走进了警察局 分队长的办公室 询问案情 被质疑是否耍特权 十八岁五兆白姓男子开着B&W 撞上七十一岁的退休老师 不仅把人卷到车底 还翻滚碾压好几圈 导致头部重创惨死 B&W还在赵氏后逃逸 慌乱自己撞上电箱后才停下 白姓驾驶是又承认 吸食K他命 独驾撞死人还赵逃 却坚称不知道撞到人 离谱说辞令人罚指 事发当天 赵氏男子的陈姓母亲 以关系人身份到警察局 接受调查离去时不发异语 但就在前一刻 陈姓母亲被执疾 仍旧坐在分队长的办公室 与分队长讨论案情 被质疑有特权 驾驶母亲更被爆出 曾经是台中市的民政顾问 也参选过里长 在地方上人脉广 处理殡葬业务时 对着工作人员大骂 更呛名身份说自己是民政顾问 他就是觉得说 我好像也有点 可以再违纳他 对那当然他当下就 有不小心这种 赵氏驾驶家中开礼一社 年仅十八岁 无照开车到处趴趴走 这回甚至独驾撞死人 无辜的七十一岁退休老师 最后身影也曝光 就这个 老先生运动散步 经过土地公庙前往事发地点走去 没嫌到只不过离家十分钟 就惨遭BNW碾死 肇事的白姓男子已经生压获准 但宝贵儿生命一去不回 接下来 王静远 陈志茂台中报道 高雄大辽一名机车骑士 他撞飞了单车少年 那么十五岁少年是被撞到鼻青 脸肿 全身有大面积的瘀青 但骑士撞了人没报警 他跑去买药 帮少年擦完药之后就跑人 连电话号码都没有留下来 那么家长看到非常心疼 指控着骑士这样根本算是 肇事逃逸 照片中上年鼻青脸肿 双眼肿道 剩一条缝都快睁不开 伤痕一路从脸颊 蔓延到脖子 耳朵也又红又肿 连背部药部也大片淤青 这不是打架 而是被机车狠撞 但离谱的是肇事骑士 居然帮忙擦药后 直接溜了 骑了摩托车的男生 他就奇怪 他就刚好跟我擦中 然后他就跑去买药 然后他就帮我擦药 我就那时候是整个一片空白 刚才跟分到春节而已 事发在26号傍晚6点 15岁少年打工后 骑单车回家 却在大辽的巷尾路 被骑机车的男子狠撞 滴滴被撞到飞出去伤痕累累 男子却先去腰局买药 回来帮少年擦完 接着没报警也没留电话 就落跑 怀疑是恶意赵逃 不伤人这样 他不可能看不见吧 至少也感觉电话跟家长说 安妮二只被我撞 新北市板桥一名二十岁的壮男 他经常在第二运动场出没 平常和小孩家长打成一片 但却是伺机把国小男童拐到暗处 去拍摄不雅照片 家长知道之后赶紧报警 但恐怖的是今年八月份 男子移送检方之后被请回 之后他完全不必嫌 继续在球场搭讪 其他孩子 检警不排除 恐怕还有更多的受害者 高雄一间美式卖场爆发激烈的争吵 有一对夫妻指着另外一个阿伯 破口大骂 也不管现场的人潮众多 那么远景来劝架都差一点拉不住 原来是夫妻抱孩子 请这个阿伯帮忙按电梯 但阿伯回说 我为什么要帮你按电梯 让这对夫妻当场被惹怒 美式卖场里女子隔着人群 对着一名阿伯大吼 女警要拉住女子 企图挡在中间要阻止对骂 但这时女子的丈夫出现了 丈夫边走边咆哮 超大声想让民众看啥眼 男警紧急追上来 差点拦不住 双方爆炒对象是一名阿伯 阿伯先进电梯后 咆哮的夫妻带着孩子 要阿伯帮忙按电梯 结果阿伯回 我为什么要帮你们按 双方就爆发口叫 阿伯不想帮忙按电梯 被怒吼狂飙 电源干脆直接报警 爆发激烈争吵的 还有心被吐沉 可以吗 我这就是禁止的状态 外送员的机车倒在地面 骑士驾驶一人一边 驾驶暴怒狂呛 外送员也没再怕 活力全开当面回击 就在双方战斗力百分之百突然 真的好尴尬 饮料拿在外送员手上必须拿回来 这下消费者变成和事佬 还要劝对方冷静再冷静 才能拿回饮料 事后留言 五杯破了两杯 但还能喝 旅客人顺便当了和事佬 卖场爆炒 援京党人劝架 口角冲突 火力可不小 台风康瑞他的路径大幅往西 休甚至是往南走 气象鼠预估最快周二下午 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而周三就有可能会发布路径 目前最有可能路径是从花东 登陆穿越台湾 威力可能达到强烈台风 甚至有专家推断 有部分限制可能从周四 自开始就会连放四天台风架 而一旦他登陆 康瑞将会是一九六七年的 吉达台风以来 亏为五十七年 第一个在十一月 登陆台湾的台风 台中的家专门制作 医疗用氧气钢瓶的工厂 被提报 他专门提供给医疗 运所使用的氧气钢瓶 里面装的竟然是工业用的 氧气来混充 这两种成本是价差有十四倍 而事后再用医疗用的氧气 规格售出可以谋取三十倍的暴力 但重症病患吸入之后 可能会有致死的问题 卡车开进工业汽体厂 员工忙着将汽体填充进钢瓶 再上货车准备出货 但接下来 一名男子在钢瓶上贴标签 这些贴纸既然全是未造 都是自行列印的合格标签 台中这家医疗汽体公司 遭到离职员工爆料 涉嫌将工业用的氧气 灌入医疗用的氧气钢瓶中 再卖给中部上百家的医疗运所 大赚黑心钱 以十公升的氧气钢瓶计算 医疗用的氧气成本高达一百三十元 但工业用的氧气成本只要九点二元 两者相差十四倍 工业汽体用医疗等级出售 一支钢瓶售价高达三百元 等于现赚暴力三十倍 工业用的氧气纯度 完全比不上医疗用氧气 使用医疗用氧气的患者 大多病情严重 吸入不纯的氧气 导致病情恶化离世 家属根本无法察觉 工业用氧气使用范围广 包括钢铁电子液化工业等等 但怎么能和医疗用混为一谈 台中市实案处也接获检举 立刻派人前往稽查 认定这些医疗用氧气是胃药 要求在期限内回收这些气体 否则将储最多五百万元罚还 更面临最终十年以下刑期 黑心气体混沖当医用 最终能逃不过罚网 全民运在屏东登场二十七号的跳绳团体决赛 有家长不满比赛乱丢水瓶就碰的一声超大的声音 还差一点砸到人 最扯的是主办单位提供的绳子 竟然越跳越长跳到断裂 高雄市的队伍暂停重跳之后 其他的縣市家长不满 才会暴怒来砸水瓶抗议 男子跳绳团体赛正在决赛 一整排选手狂跳 观众席突然砸下来两瓶水 差点击中选手 一次恶意扰乱比赛 水瓶从三米高狠砸下 还不是空瓶落地超大声 离谱的是丢水瓶的疑似是其他县市的家长 其因是不满绳子有问题 高雄队跳到一半绳子突然断裂 不只这样绳子跳着跳着居然神奇变长 逼得拉绳选手不断后退 但又继续变长 已经直接靠到墙壁 最后绳子长到甩不动 网友惊呆好扯 这绳子确定是比赛用的吗 哪有绳子越跳越长的 更觉得家长凭什么乱砸人 明显是道具有疏失 被判定要重新跳 其他县市家长觉得不公平 居然朝队伍丢水瓶 还大喊抗议 大家都很激动 不是我们是隔壁家长 警察也不过去问 是不是他们 宜兰的队伍希望说能够再重赛 但是各县市都认定说 因为你已经比完了 成绩都出来了 所以不认同他重赛 有一点情绪反应了 就丢了水瓶 宜兰队想重新跳被拒绝 疑似家长乱出气丢水瓶 全民运意外不止一场 连运动舞蹈也有人丢水瓶 闹场教练还被砸伤 参赛选手几乎都是小朋友 家长却给了最坏示范 设计十亿公筒超斯弹的弊案 北检足足拖了一年多 在28号首度传唤了陈其重等大官 但约谈不过两个多小时 通通都无保请回 在党炮轰认为查超斯汉 查精华成案 明明是同样一个检察官 但侦查的力道 看起来针对是天差地别 超斯弹炒了一年多 前农业部长陈其重 前续禅会动作林聪贤 和农业部长陈俊进首度 遭北检约谈 而超斯光进口日本弹 价差就高达1.3亿 50万的艺人公司 还能标下4.7亿的巴西弹标案 而去年9月 陈其重遭检举贪污图利 9月中北检就分案 但拖了一年多 检方几乎没有动静 直到今年令院要自己查 检方才慢吞吞约谈了小专员 而如今国会调查权被判违宪 检调才约谈做决策的大观 是假装扮给百姓看吗 网友狂亏隔了一年多 该串供的早就串光 该灭阵的早就灭完 而更妙是陈俊基和陈其重等人 是上午9点22分抵达北检 中午12点左右就离开 而对比8月30号 柯文哲首次被珍视 一口气就问了19个小时 偏偏进华城案和超斯丹案 竟然还都是同一位 唐信检察官正办 超斯丹真的没有弊案吗 真的三小时就可以解决吗 那会比进华城简单吗 同一个检察官 同一个检调体系 办不同的案子 一套是被吉尊荣跟李玉 好像当成VIP 另外一边却是办给上面的 吉利的这样的一个 想要拔除他的一个政治对手 约谈他们三个是约辛酸的吗 还是你们是找他们三个去聊天的 进华城案 检方突然说柯文哲秘书举子 是关键人物 人在日本没回国 怕串供要严压柯文哲 但奉测是超斯负责人 清雨桥的女儿吴玉飞 是横转上意核心关键人 他人也在日本 为何不查也不传 一个是罚服通气的 一个是连通气都没通气 逢场过戏嘛 有人说光是看真办正中 就觉得超斯恐怕不是真要办 台北检察处的这个检察长是谁 就是现在的法务部长盛明前 当时的调查局长就是王军丽 现在是台北市的地检的检察长 不少人会叮嚀新手 开车上路碰到大车 千万记得离远一点 否则万一遭到前后包夾 恐怕被撞成夹心饼干 但网路上流传有一招 可以保命 停车时转动方向盘 就可以避免被撞扁 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们要请专家来告诉你 这样万一后面有大车追稳 你的车就会被斜着挤到旁边的车包 停车时方向盘往左打一圈 要是被撞就会被推向左边 如果想保护副驾乘客 那就往右打 被撞就挤向右边 但专家说如果只是轻轻撞 可能有用 不是我转左边转右边 我等着才来撞 你要预防后车万一没有减速 停等车的时候 你把你的视线注意在后照镜 会比较实际一点 撞击角度 力道谁都说不准 开车想保命 这几项千万别做 在方向盘装套子 因为容易手滑 方向盘装套子 这样做不但影响握感 而且还容易手滑引发事故 仪表板铺防晒电 可能导致安全气囊弹不出来 有人觉得安全带紧是声吵 塞上卡扣 但出事就完蛋 虽然能关闭提示音 不用借安全带 但如果真出事就是致命的 还有别在中控台摆东西 车祸发生直接变暗器 也不要在方向盘上贴钻 最后会跟着气囊一起弹喷 开车远离大车 但要是不小心被包围 方向盘先往左或往右打一圈 重点是保持安全距离 注意后照镜 减少被撞机会 记得许千里之会高雄报道 国会改革法几乎是全被判违宪 蓝营痛批 这简直是由大法官认证官员 有说谎和隐匿的特权 未来如果有贪腐 那官员统统可以把资料藏起来 甚至是在国会说谎 那么立法院秘书长周恩来说 这严重限缩了立法权 蓝营也炮轰说这样的视线 结果等同是废除立法院 你怎么会有这种党啊 你要泯灭自己从小到大 是非价值判断到什么程度 过大的对于立娃权的一个线索 民进党事先案又过关 律委排专案 邀请挺律的政院辩护律师来助阵 还想修理立法院秘书长周恩来 你是认为违宪 我不认为 所以有没有瑕疵 我个人认为没有瑕疵 请你记住你刚刚讲的话 我刚刚讲过泰 我没有问你 找你来就是来示威的 被民进党拿来当作 耀武扬威的人头 不管是工厅会跟专报 中嘉宾有一根毛的公正性 你都会找不同意见两方来啦 你为什么不找就心虚嘛 例如美国 藐视国会最至少可以罚一万美金 再判刑一年 在英德法等国也有相关的惩处 为何偏偏到了台湾 大法官们却可以保障官员的 说谎引力特权 你说这荒唐不荒唐 公开说谎 甚至于羞辱国会议员 通通没关系 被法院就废掉啦 通通不要干嘛 不能够掉资料 我怎么省你的预算呢 他们实际的大法官会议解释 就是在架空国会 如果今天像大法官会议这样的解释 立法院可以关门啦 还能做什么 大法官甘愿作践自己 做执政者的东厂 变成执政者的恶狗 来咬国会 当时五位大法官可以践踏民意 实质废除死刑 如今连官员在国会说谎权 都破天荒给予保障 国民党团研理增修 宪法法庭修正案 不再让少数的大法官 架空立愿 记者杨洁王志恒台北采访报道 嘉义市购物节 今年再创新记录 发票登陆的总金额 高达八点三亿元 市政府想要推广绿色消费 云端发票登陆 和去年相比 也成长了四成 座上驾驶座 感受抽中大奖的喜悦 嘉义购物节圆满落幕 第一大奖百万油电车 幸运儿李小姐 使用云端发票登陆 消费兼顾环保永续 感谢市政府有办这个活动 我本来还原始就是诈骗 云端发票 我们比去年还成长了百分之四十 每一个消费当中 都能够进入到环境面 社会面 经济面 开箱名牌包 让大家见证丰富的奖项 市府希望民众响应 绿色消费也推广数位转型 今年电子支付消费 冲上三千三百六十万元 发票登陆总金额 更创下新高 市府颁发感谢状 除了嘉义市不动产商业同业工会 以及旅馆商业同业工会外 还有四百七十八家 特约店家响应赞助 产棍攜手推广购物节 民众消费之余拿好礼 带动经济发展创造三营 记者侯郭文嘉义报道 桃园外盛城要让大家一起来搞怪 举办了变装竞赛总共一百多组 报名参赛 有爸妈带着孩子 也有主人和毛小孩一起上舞台 化身成调皮搗蛋鬼 非常吸睛 鬼片电影仿佛就在眼前一家四口搞怪登台 这是桃园万圣城的变装竞赛 爸妈带着孩子扮鬼比赛 有惊悚也有可爱 有大人满足表演欲 搭上时事潮流 化身齐天大圣 或是从童话爱丽丝梦游仙境中走出来 还有主人带着毛小孩一起粉末登场 成为台上最猛的主角 有一百多组的调皮搗蛋鬼报名参赛 比去年增加两倍 让评审大伤脑筋 很多同分的或是缠斗的 这不行了 我们又特别增加奖项给大家 那个人组员会追加四个奖项 然后团体组跟从互组员会 各增加三个奖项 希望大家可以年年一起来 颁发奖项给得奖者 还现场加码获奖名额 因为天马行空的半相 让这一场导弹猛鬼变装竞赛 就像时尚大秀 迎接万圣节 一直到十一月三日都有活动 桌边还有市集摊商 让民众有得玩有得吃 接下来每天的这个 我们就算是平日 也都有活动在晚上 看晚上的时候 也都会不定时来发放 这些纪念小礼物给我们小朋友们 桃园市府要打造万圣城 大家一起变装采接 奇装异服也不奇怪 开城两天吸引38万人同乐 不只带动周边区域经济 也让万圣城越夜越热闹 记者送不道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 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义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 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